高雄有一名商人为了要替王母圆梦 捐出了母亲生前的积蓄200万 前往一间进口车商购买了货车 还要求业务把它改装成爱心医疗车 而且指明要捐给屏东牡丹乡的卫生所 因为卫生所后来迟迟没有收到车子 商人这才发现原来卖车的业务 不但偷偷把车给卖了 还把车款花用一空 巡回医疗车本来是用来将医院的医疗服务 带到比较偏远的乡里去 但现在却发生有汽车业务员 盗卖爱心人士要捐赠的医疗车 高雄有一名图姓先生 为了要完成妈妈行善的遗愿 捐出妈妈所有存款200万元 买了一台知名品牌的商旅车 要改装成巡回医疗车 再捐给牡丹乡卫生所 但因为卫生所的人迟迟没有收到车 询问之后才发现 是汽车业务员将图先生的新车给盗卖了 这名汽车业务员 一次是喝酒把车子撞毁 但又有另一个说法 是把新车给盗卖 记者实际到这间汽车经销商 但却没有得到公司们的回应 图先生也向他们请求民事赔偿 母带商的部分居民 目前到偏远部落服务 只能用老旧的公务车 相当的客难 即需要一台巡回医疗车 好不容易有爱心人士要捐车 但却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们也表示相当遗憾 感谢观看